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 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 然后挥手道别 生和死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 永远是相反却又相生的两极 生既注定了死 死又蕴含着生 生死不惜是为天道循环 距离其实是一种或远或近 都需要被连线的定义 只要是距离就始终无法断绝 真正的距离是生死 生死气阔 我拆不开气阔的意义组织 阔真是危险 一些抛入荒原的感觉 用脆弱的指头抓紧牵连 注定冲散或冲淡 人生看淡了 不过是无常 事业看透了 不过是取舍 爱情看穿了 不过是聚散 生死看懂了 不过是离合 还请珍惜瞬息万变的此刻 珍惜稍纵即逝的激情 坦然接受意外的逝去 月色朦胧的深夜 一个靠海的山洞里 老和尚正在盘膝打坐 然而他听到了几声哭泣 声音好像是来自山脚下的海边 听声音像是一个年轻女子 在如此时节痛哭 肯定有不寻常的事 于是老和尚从蒲团上 立定站起 急忙向海边奔去 果然 海边高高的岩石上 净触着一个受宵的身影 老和尚感到事情不妙 赶紧奔过去 就在他即将抓住 那人的衣袖之际 那女子纵身一跃 跳入海中 幸好老和尚水性不错 几经挣扎几度沉浮 将那女子救上了岸 然而被救活之后 年轻女子不但不感激 反而一脸的忧伤 埋怨老和尚多管闲事 老和尚见状没有生气 反而柔声的问 施主年纪轻轻 为何如此的想不开呢 年轻女人喃喃的说道 这里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所以也应该在这里终结 原来三年前就在这海滨 他与一个前来旅游的年轻人 不期而遇 两年前他们的爱情结晶 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出事 然而一年前 那个疼他爱他的男人 却因一次公差不幸殉职 他日夜不停的哭泣 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难以承受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他们活泼可爱的宝贝儿子 也因急而亡 老和尚听完不但没有开导他 安慰他 反而放声大笑 女人被老和尚莫名其妙的笑给愣住了 不知不觉的停止了哭泣 老和尚笑够了 他就问女人 三年前就在此地 你有丈夫吗 女人摇了摇头 三年前就在此地 你有儿子吗 女人再次摇了摇头 那么你现在不是与三年前一模一样了吗 那时你独自一人来到岛上 是想要到这里自杀吗 女人愣住了 老和尚说 三年前你既无丈夫又没儿子 一人来到这里 现在你与三年前一模一样 仍是独自一人 今天就像三年前那一天的延续 只不过是还原了一个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女人孽如道 我还可以吗 当然可以 老和尚看着他慈爱的说 女人望着老和尚久久不语 不过他的眼神正在变得越来越坚定 死亡比任何的梦都更加真实 死亡是所有梦的终结者 而我们几乎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注到梦上 那就是为什么死亡会成为每个人最忌讳的事情 人死亡不能生 所以要学会接受突然的失去和离开 笑着面对生死 有生即有死 这是大自然的定律 人生有开始乃因为有结束 就犹如有生就有死是一样的 而挫折感在生命的过程中所呈现的 原是生与死的体验 记录片《人间事》里面有一个女孩叫张力军 她刚被查出癌症晚期时 才26岁 结婚还不到一年 丈夫刚知道结果时 躲在病房外哭着说 我家的喜字还没有擦掉啊 让治疗方案延迟的 是张力军肚子里那个五个月的孩子 医生建议银产 可当张力军确定孩子不会传染癌症之后 还是决定让孩子留下来 我不怕死 可他还没见过这个世界呢 其实张力军是多么害怕自己没有撑住 多害怕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孩子没有看到这个精彩的世界 张力军一遍又一遍轻拍着肚子 说妈妈会保护你的 他一直坚持到孩子七个月 解剖出一个小男子汉 取名为小笼包 张力军生产后 医生经过病理确诊 是恶性程度更高的肿瘤 如今只能化疗尽可能的延长生命 化疗前 丈夫告诉张力军要准备剪头发了 张力军笑着说 没关系 还能长出来的 可下一秒他突然崩溃了 红着眼睛问丈夫 我还有机会长头发吗 那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最终张力军还是想开了 面对死亡 坦诚接受 他说我的世界很小 里面只有爱我的人 张力军不希望自己亲人最后 看着自己浑身插满管子 这只会让他们痛苦不堪 于是他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 是给孩子每一年的生日都录一个视频 他还刻意挑了一件红色外套 希望让病泱泱的自己喜庆一点 对着镜头灿烂的笑 小笼包生日快乐 妈妈无论是在你身边还是在天上 一定是最爱你的 永远守护你 录着录着张力军的头发剃光了 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身上脸上长出了肿瘤 但是在镜头里 他仍然戴着假发 精神满满的唱着生日快乐歌 他还跟导演组说 小笼包一岁 我二十八 小笼包十岁 我二十八 小笼包十八岁 我二十八 我青春永驻的 第二个决定 是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去旅行 他自信满满的对导演组说 你们一定不会看到 我痛哭流涕的样子 最后我一定是在春暖花开的地方 笑着离开 奇迹没有发生 张力军离开了 但是他却如愿以偿 只让亲人们记住他最美 最快乐的模样 如果人能快乐的归去 死亡就不能杀人 反而是人杀掉了死亡 生死是我们唯一不能左右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坦然而快乐的告别 活着就要绚烂奔放 要像夏天盛开的花那样绚烂旺盛 要善待生命 珍惜生命 要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而不要昏昏恶恶恶的过日子 面对死亡 面对生命 向着自然反规 要静默 宜然的让生命逝去 不必轰轰烈烈 只要像秋叶般悄然自足 更不要感到悲哀和畏惧 让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麻胖